虽然吞响了败仗 但中华小匠们还是秉持运动家精神 边呼边绕场 谢谢满场球迷给的支持 小匠们一个个眼眶寒着泪 就算回到休息区都还是低着头 仔细回想 检讨 自己到底哪里打得不好 球球上的那个扣球 有些都是石头都被打 希望队友还可以更好 主将陈浩恩边哭边怪自己 没有控好球而投打跑手 都相当出色的小匠杨军 四局下就因为上壘失败 哭到气不成声 看到中华小匠自责落泪 球迷也跟着鼻酸 但看在教练眼里 小匠们的表现已经是一等一 没话说 虽然他们打到亚军 可是他在我的心目中 我觉得他们是冠军 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 他们没有话讲了 因为满场一万多名观众 他们能这样表现 已经了不起了 如果说是平常人的话 他们可能打到软角了 对啊 所以他们真的好棒 对对对 我也他们为龙 虽然夺冠失利 但在球迷心目中 小匠们就是他们的冠军 中国人卡住 中国人卡住 就是一个都一样的地 辭义 记者 记者 金博士 陈国民张信 A次邮助 台南报导 台南报导